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天赐3第五期看点 张碧晨对抗周深视频曝光 剑音团对周深吸力点评 引发粉丝愤怒 4月8日晚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第四期节目播出 节目一开始 观众发现音乐合伙人发生了改变 张碧晨成为新晋音乐合伙人 盖离开 其他四人没有变化 还是周深、张绍涵、胡彦斌和胡亥全 上一期节目中 周深和盖合作的《玫瑰少年》 成为节目的推荐金曲 《玫瑰少年的舞台展现力非常强》 两位歌手也用心诠释了这首歌曲 很多人表示 自己完全被歌曲所表达的情绪所感染 但也有网友认为 周深和盖改动的歌词 已经完全掩盖了歌曲 最初想表达的意思 改编好听是没错 但已经没了歌曲的灵魂 这样做非常不合适 一时间 周深和盖被推至缝口浪尖 天赐三播出至今 因为改编歌曲的问题 无论是参加节目的嘉宾 还是看节目的网友 都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但改编歌曲好不好 原创歌曲的路在哪里 这样的灵魂拷问不是一两句话 就能解释清楚的问题 也不是一两个节目 就会改变的乐团现状 第四期节目又上演了多次激烈讨论 有剑音团成员之间 不同的意见争论 也有剑音团对嘉宾 从歌曲到人生的犀利点评 可谓看点十足 弹剑刺和孟佳首先登场 带来了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 梅飞色舞 这首歌曲对于弹剑刺和孟佳来说 再合适不过 因为他们两位的唱跳能力都很强 本就是一首有时代感的节奏舞曲 弹剑刺和孟佳 又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复古的舞蹈元素 整首歌曲直接嗨翻全场 这种感觉很像上一期节目中 弹剑刺与王菲菲合作的处处吻 可以预想 梅飞色舞中的舞蹈动作 将再次让弹剑刺热起来 不过正当大家 已然被美飞色舞调动起了情绪时 剑音团直接给弹剑刺和孟佳 泼了一盆冷水 郝磊认为 两个人演绎的美飞色舞 没有层次感 一上来就是很猛的状态 一直没有下来 也没有再下去 缺少层次 对于这种说法 另外一位剑音团成员 给予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 美飞色舞这首歌曲 就是要从头嗨到尾 这就是歌曲要表达的内容 完全不需要层次感 坦剑刺和孟佳也表示 两人用这首歌曲开唱 就是要让现场热闹起来 一位说没层次 一位说唱得很好 剑音团成员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不仅如此 流水济还用土窑气息很浓来形容美飞色舞 说实话 确实没有想到这一首歌曲能被用上这样的形容词 流水济谈到在孙悦的魅力无限之后 其实内地没有能让全民接受的唱调歌曲 而孟佳被称为内地唱跳天花板 他有这种唱跳能力 希望能看到他更多的原创的歌曲 孟佳则表示 自己也一直在尝试 也出了新歌 在强化自己的能力 各方都表达的不同意见后 进入了选人合作环节 谭剑刺和孟佳都选择了张绍涵 谭剑刺说自己想再登上巅峰一次 上一期节目中 谭剑刺和张绍涵曾有过精彩合作 一手光之翼让观众感受到了 钻石高音与魅惑敌音碰撞在一起的感觉 此次张绍涵也表示 他认为谭剑刺的身上还有很多可能 面对张绍涵的肯定 谭剑刺紧张到雨塞 不过他表示自己只有遇到张绍涵时才会这样 胡彦斌条看到这一幕似曾相识 毫无疑问 这又是一次双向奔赴的执着 最终张绍涵选择了谭剑刺 周深也加入了选人环节 他想邀请孟佳 不过却被孟佳拒绝 最终孟佳离开舞台 第二组出场的嘉宾是李珠贤和张子宁 两个人带来歌曲《嘉宾》 李珠贤因为参加总椅 披荆斩棘的哥哥而受到关注 他的经历 他对音乐的执着都让人感动 张子宁则是爱豆出身 不过出道之后 他逐渐转向影视去拍摄 很少有在音乐节目上露脸的机会 这次参加添字的声音 一上来他就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张子宁和李珠贤演唱完歌曲后 剑音团给予张子宁很犀利的评价 他们认为 张子宁是低倍版的梁静茹 歌唱实力差一些 在唱歌时还会吞字 同时剑音团还建议 张子宁拍戏不如好好唱歌 面对剑音团如此犀利的点评 张子宁表现得很虚心 没有反驳他们的说法 反倒是身边的李珠贤 主动为张子宁说话 李珠贤说两个人合作的时候 他感受到了张子宁的努力 他很虚心 值得尊重 如果张子宁有更好的舞台 他一定会更好 李珠贤很暖心 他的话直接让张子宁哭了 当所有人都在针对你的时候 身边人力挺的话 真的会让人很感动 歌手之间的实力差距 可能会非常明显 但说人家是低配版 就真的非常主观 还有并不是每名歌手 都会一直从事一种职业 让人家不去拍戏 而只是唱歌 这是很莫名其妙的话 最后李珠贤选择了胡海权 而张子宁选择了张碧晨 同样向张子宁伸出橄榄枝的 周深再次被拒绝 第四期节目 周深因为没有合作的嘉宾 而被轮空 节目中不只是张子宁 被剑音团犀利评价 曾参加过快乐女生的潘晨 也在天色的声音舞台上 被群聚而公知 潘晨和董宝石合作演唱歌曲 漫步人生路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 潘晨的爆发力很强 唱歌时很自信 而潘宝石说唱的加入 也让漫步人生路 有了全新的感觉 但两个人的合作 并没有让人觉得惊艳 反倒是有种 两个人两种频道的感觉 有意思的是 剑音团在潘晨和董宝石 演唱完歌曲之后 并没有对歌曲本身 做过多评价 而是重点放在了潘晨的人生上 简单来说 就是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 潘晨曾经是很有实力的女歌手 但自己却不努力 以至于没有了歌唱的舞台 另一方面 她不努力 还要高姿态 剑音团甚至说潘晨 又懒又端着 这种对嘉宾个人的评价 显然过于犀利 评价歌曲可以 评价别人的生活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他们完全忽视一个问题 并不是每一位有梦想 有实力的歌手 最后都能成功走入观众视野 这不是单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 而有很多客观因素在里面 最后 潘宝石选择和胡彦斌 成为音乐合伙人 而潘晨在众人的感叹声时 离开舞台 所以剑音团对潘晨的点评 确实意义不大 总结来看 天赐的声音第四期节目 最大的看点 应该就是剑音团的点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